你看我吃完先了 是绝对烧不了这个烤肉了 对不对 所以呢在烤肉上的腌制的成分呢 其实都会比较简单一些 比如说是有一些盐啊 或者是说胡椒粉来进行调味 嗯这个烤五花肉呢烤得刚刚好 所以呢肉汁非常足够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呢 还可以感觉到那个肉的嫩度 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甜度了 所以呢如果你进行分红饮食的话呢 一定要选择这个烤肉哦 好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芝士炸鸡块 在进行生酮饮食的时候呢 其实起司呢我们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记得如果是点这个起司的时候呢 刚才服务员呢已经在里面呢添加了玉米进来了 所以呢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在点这个芝士的时候呢 记得让这个服务员呢把玉米拿掉哦 接下来呢就是它的炸鸡块 哇它每个炸鸡块呢都炸得非常的漂亮 好来我来尝试一口看看 嗯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哦 因为呢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呢 它整个鸡肉里面很少会有这个粉状类 接下来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芝士鸡蛋 在这个芝士鸡蛋里面呢 其实就是一层的芝士一层的鸡蛋 那在煎中呢除了有芝士和鸡蛋之外呢 还会有这个紫菜在里面哦 所以呢每一片的鸡蛋呢都有满满的这个料在里面 所以呢基本上呢只要一盘的这个芝士鸡蛋卷呢 你就已经足够饱了哦 那这个呢就是在生酮饮食的时候呢 如果选择韩国餐的话你可以选择这几个食物哦 那如果喜欢我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你可以剥落着我的page 那么呢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